這段影片要和大家介紹如何在iPhone、iPad和Mac電腦間快速連接和切換使用AirPods無線耳機 如果你的AirPods是最新第二代的話,需要配合iOS12.2以上系統使用 只有第一次連接,需要透過開啟AirPods充電盒的資訊卡快速連接,第二次使用就不需要了 在iPhone上如果你想要切換到AirPods的話,滑出控制中心,按住右上角的音訊卡,按住AirPods的小圖標,就可以切換到AirPods 你可以在iPhone跟AirPods中間切換 現在音訊就在AirPods上面了 如果你有iPad的話,一樣是滑出控制中心 到你可按下這個螞蟻順 按下這個螞蟻順 按住這個音訊 AAirPods 然後切換到 然後切換到 AirPods 現在音源就到AirPods上面了 如果你有Mac电脑的话 你可以到右上角 按一下蓝牙图标 然后选择自己的AirPods 连线 这样你的电脑就连接 你的Mac电脑就连接上AirPods 如果你的右上角没有蓝牙图标的话 你可以到小苹果系统偏好设定 然后蓝牙 然后选择在选单列中显示蓝牙即可 在iPhone、iPad和Mac电脑间切换AirPods 就是这么简单